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晚安啦 大家晚安哦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残酷二选一 因为我们今天工作室 大家在玩残酷二选一 我想说和小美来玩一下残酷二选一 残酷二选一 好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咯 残酷二选一 第一题是 A 在职场领高薪的边缘人 B 领微薄薪水的万人迷 哇当A 我怎么那么有钱 我宁愿一个人在角落 我怎么那么有钱啊 然后你都没朋友 那你咧 我有钱就好了 钱钱是我的朋友 你看 它上面有好多小朋友 你看 这个一千块上面有好多朋友 你看 你看 我有好多朋友 哈哈哈 你们看到这一千块上面 这四个小朋友 他们就是我的朋友啦 你看 一张就有四个 两张就有八个 哈哈哈 如果我真的是万人迷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跟我的朋友借钱 我就变成右肩人 哈哈哈 你知道那个如何破坏友谊吗 有四步骤 第一步是借钱 那你知道第二步是什么 不还 那第三步你知道 再借钱 那第四步 不还 再不还 哈哈 如何破坏友谊 简单四步骤 今天教给大家 这是一个生活小知识 今天就在这边 特别跟大家分享 简单四步骤 破坏你的友谊 第一步借钱 第二步不还 第三步再借 第四步再不还 你们这些友谊 变不见 好那我们下一题 A 铁夹俑坏掉 这是否男生了吧 哦 这是男生你回答 A 铁夹俑坏掉 B 禿头不能治 那我绝对是选B禿头不能治啊 真的吗 我可以当帅气的光头欸 可是我有铁夹俑 哦 你是说像那个巨石强生把它剃掉 对啊 我可以当光头王 然后你还很壮 对啊 然后我下面还有很壮的铁夹俑 通常会禿头就是男性会很猛很强啊 下面应该很壮啊 哦 对啊 我一定选B啊 而且你还可以戴假髮 对啊我可以戴假髮 我可以每天换髮型 今天旁分 那明天中分 然后改天烫绝 改天爆炸头啊 对不对 还可以换飞机头 好下一题 A 丑到无边无际的天才 B 全世界最漂亮的智障 啊 一定要选喔 我不想 我想选中间子欸 没有啊 你一定要选 这是残酷 二选一啊 可是你变成智障了 你也不会在意你的外表了啊 可是因为我很漂亮 所以我又知道 所以我应该挺快乐的 我选B好了啦 可是我当天才的话 我可以去整形啊 当天才的人一定很辛苦啊 我不想要去承受那个辛苦 为什么当天才很辛苦 因为你很丑 我觉得选A欸 他既然是天才 他一定有各种方法 可以把自己变帅 可以把自己变漂亮 对可以把自己变帅 他可以发明灵魂交换器 和那个智障交换身体 哈哈哈 我既然是个天才 我就发明那个心智交换器 然后跟那个智障交换身体 这个逻辑同不同 好恐怖喔 哈哈哈 你还是当小智障好不好 哈哈哈 可以啦对不对 好啦好啦我接受 那你选哪一个 我还是当个小智障好了 我挺快乐的 可是你要想想想 我和他交换灵魂之后 所以你要跟我交换灵魂喔 所以你要跟我交换灵魂喔 你就会变成丑不拉七的智障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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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不行 这聪明的人 有够恐怖的 好 下一题 A 得到所有你想要的一切 但是只能活一年 B 一辈子过现在的生活 你觉得呢 我当然是选B啊 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快乐 你看 一辈子都过现在的生活 代表什么 我已经动灵了 我永远都处在30岁了 是这样说吗 对啊 既然要维持我 一辈子都维持我现在的生活 我就必须要30岁 哪怕老一岁都不是我现在的生活 所以你的现在就是right now 对一辈子过现在的生活 就是我一辈子都在30岁 我一辈子每天都可以跟 开直播跟他聊天 可是你想一下喔 嗯 你今年是30岁 嗯 然后你的会员他们就 10年后就变成你的哥哥姐姐了 不会 我会员也全部都动灵了 为什么 哈哈哈 因为如果我会员变老了 就不代表我现在是一辈子过现在的生活了 因为 可是一辈子过现在的生活是你啊 又不是别人 可是别人变的话 我就没办法过一辈子现在的生活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的一辈子的生活 等同于全世界的人都跟你 冻结实现了 对所有的时间一起冻结 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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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天 我会改变 你要选哪一个 我也是跟你选一样的好了 就是过一辈子现在的生活 动民观众 我觉得现在生活很不错啊 对啊 可以每天嘻嘻哈哈的 笑啊 你真的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就只能活一年超短暂的欸 好下一题 A 将成人网站 误发给你的家人 B 将成人网站 误发给喜欢的人 如果你误发给了喜欢的人 有部分好像是暗示他 你就等恢复就好了啊 诶 可是会变me too欸 蛤 对啊 说不定 说不定你喜欢他 他也偷偷喜欢你啊 诶 为什么大家都选B啊 对不对 你给自己的家人 你是要暗示跟家人怎么样吗 可是 你跟家里面的人就说 妈我不小心把A片发错了 真的喔 你可以坦诚 妈那个A片你不要乱点 那个我中毒了 我那个很理解 哦 你中毒 妈我不要点我被盗了 对啊 你看以前message是不是 有人盗 然后就会到处穿A片 所以我跟家里面 圆这个谎很简单 我就说 我被盗了 A片不要乱点 电了我手机都中毒了 那你也可以跟你喜欢的人 讲同一套的逻辑 不行啊 为什么 喜欢的人就觉得 你是变态啊 没有你赶快解释啊 对不对 你要怎么解释 你怎么解释 我被盗 这样会得信啊 我问你 你会信吗 为什么你家人就可以信 为什么你喜欢的人就不信 因为我妈妈 五十几岁了 她会说 喔 这样喔 是这样喔 是这样喔 好好好 我没定 可是你跟一个喜欢你的人 你们同辈 你们两个都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她说是我真的假的 嗚嗚嗚嗚嗚 你这死变态 我要迷途你 好吧 对不对 所以我选A 好你选A 你跟家人 家人再怎么样她是你家人 可是你跟B的话 你跳到黄的都写不清 而且你要想 今天是你喜欢的人 她不代表她喜欢你 也许她刚好对你完全没有感觉 那她 也许因为发了这个 她对我就有感觉 她 你要发时间点要对啊 半夜的时候发 你这个就是耳男思维 喔 就是你知道有什么叫耳男思维 就是喜欢把吊造传给别人 她就觉得说把吊造给别人看 之后别人觉得喜欢她一样 什么叫做把A片发给别人 别人就对我有感觉 这是耳男思维 我要把吊发给别人 她就会对我有感觉 那一晚上睡觉前 是谁 把信息给我点看 哎哟 她一定是喜欢我 我就不懂这个思维是什么 我要把这个发给她 她看到一定会很喜欢我 喔 试试看 我觉得今天我自己是男生啦 我的角度就是 我喜欢她而已 不代表她对我有任何感觉 她如果完全没有感觉 是不是形象直接从100掉到0 甚至负的 好吧 对不对 你就没机会 然后她们可能她自己还有群组 她的闺蜜 她的陷动 她的朋友圈都知道了 那个霸萱传那个 色情网站给我 对不对 逻辑有没有通了 所以我选A 好 你还敢选B啊 你是不是想传A片给我 对啊 我下次晚上 你还在厕所的时候 我传给你喔 喔 好下一题 A 脸超级好看 但是身高只有100公分 B 身高有200公分 但是脸长超丑 哇100公分是什么 小精灵还是地精啊 你用哪一个 好烦喔 我还是当小地精就好了 哈哈哈 你要当很矮 反正你自拍很帅就好了 没关系啊 就是我请朋友拍照的时候 只要拍胸部以上就好了 哇你在教我软体上面 这个照片滑到天 跟集成舞一样耶 然后见面的时候 一点我想像真的还要 矮一点点耶 欸你几岁啊 哈哈哈 对啊我 约 哈哈哈 约会又站在椅子上吃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这样子约会好像要站着耶 好累喔 100公分 哈哈哈 那个餐厅都可以 是耳同站 哈哈哈 他去 他去 哈哈哈 他去 溜不住 可以免费玩 哈哈哈 这个 设施要大人陪同喔 他去很多地方 他去游乐设施可以免费玩的耶 对啊 我拥有金城武的脸蛋 我还可以 玩片 全台湾免费游乐设施耶 我老天爷啊 有人说站着求婚 哈哈哈 他不是女生我不熟耶 那我那我也是100公分你可以接受吗 我们两个都 哈哈哈 一起100公分 哈哈哈 我们两个可以玩片全台湾的游戏上 我们两个去约会就可以一起吃儿童餐了 哈哈哈 OK 好没关系 那我和小美一样 加一 下一题 A 真心喜欢的人讨厌你 B 真心讨厌的人喜欢你 哎呦 好恐怖喔 你现在想 脑中去想想你过去曾经讨厌的人 然后他喜欢你 我很少讨厌人耶 呵呵呵呵 摸摸君说我选择死亡 哈哈哈 怎么办 可是 你真心喜欢的人讨厌你耶 而且他讨厌是那种你 就走开啦 就臭男生 我会哭耶 你真心喜欢谁 你啊 我如果说我讨厌你 走开 你离开我的家 我要跟你离婚 我会哭哭啊 我没办法选耶 真的吗 那真心讨厌的人喜欢你咧 那他喜欢我 我就喜欢他就好了 可是你讨厌他耶 我讨厌他 他超讨厌就是他可能会 偷你的钱 你的东西 恐怖情人 对对对他喜欢你 可是他他有病 那我还是让喜欢的人讨厌我好了 真的吗 我自己痛苦就好 欸欸欸欸欸 我不想要那种喜欢我 可是他很恐怖的人耶 我讨厌他是恐怖情人 他可能很变态啊 可是他很喜欢你 他到底偷拿内裤 对他偷你的内裤 他是你的邻居 他会从阳台爬下来 然后偷拿你的内裤 起来吻 然后还穿了一下 再把它挂回去 然后电视器又拍到了 对电视器又拍到了 然后你还是穿完 那种内裤之后才拍到 然后看电视器 只有100公分 你不要再讲100公分了 那我选A好了 你选A 对我再怎么心痛 至少是他讨厌我 不是我讨厌他A 我觉得我可能有时候选A 因为恐怖情人很恐怖 对啊好恐怖 对啊因为你讨厌他 他一定是 他一定威胁到你的 对啊所以我才会讨厌他 对啊 然后他也喜欢你 下一题 另一半不爱你 但是你是正宫 B 对方很爱你 但是你只能当小三 蛤 蛤 蛤 我有点想选B 因为他如果很爱我的话 虽然我只能当小三 所以他会给我很多姐姐 可是我是正宫 可是如果他不爱你 可是他还超没钱 那我选A好了 到底是 爱的是钱 等一下 如果B的选项是 对方很爱你 但是你只能当小三 可是对方没有钱 蛤 那为什么要当 没有钱的人的小三 那你选A还是B 我还是当小三好了 至少有 那个人爱我 应该会照顾我 真的吗 我好没用 没路用 哦那所以你还是选B 对啊 因为我想要有人爱我 照顾我啊 至少他爱你 至少我知道他是爱我 再怎么样他是爱我的 对啊 所以即便他没钱我也没钱 他应该是爱我的 哦对 我觉得至少是爱的嘛 对不对 应该会照顾我 我们下一题 A是选择 拥有会说话的宠物 但是他总是会骂你 B 还是选择一个会默默陪伴的宠物 我想要选择会讲话的宠物 可是他会一直骂你耶 可是我可以带出去啊 骂别人 我要带他去上时竞秀 他会讲话给观众听 然后我就可以赚通告费了 可是他如果在实际上就说 这个人只想拿我赚通告费 我要告他 可是骂你不代表他有智商啊 他有时候只是会骂你 你看那个外面那么多八加九猴子 都会骂人 可是不代表他们智商很高 哦好有道理耶 对对 所以他骂你好像不代表他会告你 如果你的宠物会骂你的话 他会骂什么 笨蛋 笨蛋 那你觉得咧 狗看很多人都选逼啊 就是很安静 蛤 可是选逼的话就是普通宠物啦 对啊就是普通宠物 可是我不想养普通宠物啊 你想要养一个会骂你的宠物 对啊很好玩耶 真的吗 我可以互骂啊 每天都很快乐 真的吗 对啊 你互骂会每天很快乐 你跟他有互动耶 哈哈哈哈哈哈 有些夫妻他们不是都会每天对自己互骂 那也是一种情趣啊 那你跟你的宠物互骂也是一种有趣的互动啊 哦我懂了 因为他每天骂你不代表他不爱你啊 对啊 他是我宠物我爱他 只是他会骂我而已啊 全世界只有我这一只宠物 会这么说话还会骂我耶 好快乐 你有病耶 我一定选逼耶 我喜欢他安安静静的耶 真的喔 他一直骂你你不会很照吗 你想想看你刚起床 你还没吃早餐 你心情不好 你又起床气 然后他一直骂你 不会他说不定就是说 赶快弄东西给我吃啊女人 因为你现在 那你模拟一下 你是我的宠物 好好好我现在来模拟 我觉得你都把他骂你都设想得太可爱了 真的喔 对我现在是 你现在想什么宠物 我要养你的八哥 啊我现在是八哥 我是会讲话八哥 我会骂你 哈啦哈 啊女人 去洗碗啊女人 你是不是肚子 你是不是想吃狗粮 去洗碗啊 反正是沙漠都没露营 我要跟我的朋友去买车了 我要不要去扛下去了 哦 对不对 他是不是我领养来的啊 他上一个家庭是不是站这样 不要 那这样子你还可以接受吗 诶 那个 他如果要骂这么台的话 我不接受 哈哈哈哈 这台语真惨 哈哈哈哈 哦我不会骂人嘛 我就我就不会骂人 这狗如果是八加九 我就不要 不要 他如果只是普通的 会 会骂人 脾气爆了点 那还能接受 可是如果怕他有点八加九 我就不要 好下一题 A 飞天的能力 B 毒心术 飞天到底有什么用啊 飞天可以干嘛 毒心术很屌吧 我已经选B啊 毒心术 毒心术 你在任何职场上都用得到 你会飞可以干嘛 你去送货 送货很快 直接用飞的 那你如果要选B的话 那我就选A好了 你为什么要飞啊 因为我们是夫妻啊 我们如果各占一个能力 就缩下谷底而已 哈哈哈哈 所以我会毒心 毒心和飞天要怎么 手向无敌 我只是想飞飞看 哈哈哈哈哈哈 你只是想飞飞看 对啊 所以我就可以毒心术 我就可以运用在我的职场上面 啊你有飞天生活话 你要飞去哪里 我不知道 我就想飞飞看 你可以想像吗 你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就可以飘在 那你飞在空中 有什么好处 欸 脚不会脏脏的 欸好像是 脚就不会脏茧 哈哈哈哈 好啦 所以你想要飞飞看就对了 对啊 可是你又没有说时速 如果你飞 你可以飞 不代表你可以飞很快 时速就有时 可是飞 这个字应该有包含着速度 又不是说飘 欸好像是欸 可是 蝴蝶也是飞啊 可是蝴蝶飞得很晕欸 你 你想像中的飞 可能是像 那个飞机一样 或是老鹰一样滑翔 可是实际上你飞起来像蝴蝶一样是这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 好晕喔 我很吐喔 我要晕车了 好下一题 A 随心所欲使用金钱 B 随心所欲使用时间 哎呦这个难选喔 我要选时间 你可以随时倒转或快转 对我要选时间 因为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 对啊 可是很多人都选A欸 啊为什么 欸随时用金钱 可是金钱又不能买时间 金钱可以买时间啊 为什么金钱不能买时间 金钱不能 例如说 你买高铁票和买火车票 就是买时间啊 我现在 我现在可能我有钱 可是我只能活到80岁 我80岁就死掉了 就没有办法继续花钱 但我可以控制时间 我时间到80岁的时候 我就回到20岁继续活着 嗯 我想想啊 然后time is money 所以我要用时间赚很多钱 可是你要看我们终归还是建筑在钱上吧 因为刚刚有一瞬间马上去思想了 如果我拥有无限的钱和我拥有无限的时间 如果我拥有无限的时间的话 我可以用比别人好几倍的时间 我可以用一百多年两百多年时间去 保持我的身材 练我的身材 或是学习很多知识 让自己变成一个天才儿童 为什么我想要变成人才 因为我想要有事业 啊为什么我想要有事业 因为我想要赚钱 那如果这些终极目标都是为了钱的话 那为什么不一刚开始就有还不完的钱 哈哈哈哈 既然我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钱的话 那我为什么不直接选A 直接达到我的终极目标 好安心 对不对 好安心 而且有钱就可以买时间啦 对不对 所以我选A B好像要花好多时间 那个努力耶 我不想努力啦阿姨 叔叔我也不要努力啦 好那下一题 A 烧死 B 溺死 嗯 欸听说溺死很痛苦耶 人家说 烧死也会灼伤 也会很痛苦 人家说溺死的时间很长耶 就是你在水里面其实 你要一直 ウ ku w ku 差不多五分钟耶 可是烧死的时间也很长耶 你会痛耶 一个是 你无法呼吸 你的脑袋会越越沉 昏迷 然后就死掉 然后另外一个是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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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死掉 没有你要看那个火大不大 如果那个 火很大才会死啦 火不大 哦你BBQ 不是啦 我熟了 不是啦 我說的A燒死是指 那個可能是岩漿好了啦 你是直接掉進岩漿裡 瞬間死亡嗎? 岩漿應該是一瞬間吧 我記得水會很難受 可是如果你是掉進岩漿裡 你是不是想被BBQ 結果你在岩漿裡面溺水 痛苦的燙死 如果是岩漿一瞬間的話 那就燒死 如果不是岩漿 我不會選燒死 太痛了 你會選溺死喔? 對啊 那如果溺死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溺死 裡面會有很多食人魚怎麼辦? 不會啊 裡面有很多人 裡面有誰? 裡面有水櫃 好 下一題 A 墜機死 B 船難死 我選擇船難 為什麼? 因為這樣就會像Titanic一樣 趕快找一個人來陪你 度過最後的那個倒數時光 你可以做好心理準備而死 所以你不要墜機喔? 那太瞬間了 我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喔 你說船難的話 至少會慢慢沉下去 對啊 我可以選擇 我想要死在哪個位置 船難呢? 我又可以去找一個帥哥 然後陪我跳一段那個舞 那帥哥是我嗎? 呃 可以是你耶 可是我就100公分耶 我選擇Jack 可是我覺得100公分 我們應該很輕 我們可以在一起在板子上面 欸 對耶 對啊 我們兩個 我們就可以了 撐一個板子耶 對啊 我們兩個是小天理 那Jack就不會死耶 對啊 我們兩個可以很安穩 可是他終究要死 因為他是寫船難死 喔 那誰要死 剪刀 石頭 布 沒有 你已經要死了 你不可以選 你不死 還是溺死啦 對啊 你只能溺死 我還是選船難好了 真的嗎? 對啊 因為船難我還可以倒數 我可以想說好 我還準備死 然後我還可以 我還可以跟我 我可以心中默念我最愛的人 跟他們告別 可是墜機的話 我在荒狂中就死掉了 你可以速度啊 速度是什麼 你可以用最快速度默念你 你最愛的人 你可能在傳 我阿彌陀佛 你可能在傳難的時候 你說再見了媽媽 再見了爸爸 謝謝你姊姊 謝謝你弟弟 我都愛你們 謝謝愛我的人 謝謝 謝謝你們在這一身陪我 可是你在飛機上的話就是 我愛我爸爸我媽媽 這些你們就啊 然後就沒了 我都還沒有默念完 我就會一直很緊張啊 我不喜歡緊張啊 可是有人說墜機不會痛耶 喔真的啊 對啊 他可能是因為速度很快吧 呦 沒了 呦 那你呢 你要選哪 我覺得我想要選 飛機耶 真的啊 因為他很恐慌啊 可是下一秒就沒了 早痛晚痛嘛 我寧願一瞬間啪彎去 可是我也不要受折磨 我覺得傳難比較像折磨 蛤 我還想要體驗那個冰死經驗的 冰死經驗飛機上就有了啊 沒有啦 我說的是傳難那種慢慢死掉了 的那種感覺 例如說你沉到海裡了 那眼睛張開 你可以當下 在死亡的過程中去體會都 啊我準備要死了 的那種感覺 那你被你姐姐用枕頭悶的時候 你有這種感覺嗎 沒有 沒有很痛苦的感覺 啊你有看到什麼嗎 欸 你有看到枕頭 我覺得那個當下是很平靜的耶 真的喔 準備死掉 我好像假如死掉過一樣 你好像死掉過一樣啊 那個我覺得是一個平靜的感覺 喔 對啊 所以我追求的是有平靜 我不想要死人慌亂 好喔 下一題 A 十天不能大便 B 一天不能尿尿 一天不尿我忍得住 一天不尿你忍得住 發出回膀胱裡 十天不能大便 我肚子好大一顆喔 不會啊你十天不吃飯就好了啊 我可以十天不吃飯 但是我不能一天不喝水啊 喔好有道理 可是如果想要冷過一天不尿尿就好了 我一天不喝水就也不會死啊 這個我絕對選A啊 那我絕對選B啊 因為我自己斷食過我知道啊 我相信我可以十天不吃東西 可是我十天沒大便我肚子會很大一顆耶 你不要一直吃啊 可是不吃肚子會餓啊 B的話你不能尿尿耶 蛤那不要喝飲料 人就算不喝飲料也會排水啊 你一定要排水你膀胱會爆炸 我去跑步我流汗不會想尿尿 真的假的啊 這個有科學根據嗎 我可以一整天不尿尿 一直跑步就不會想尿尿了 因為你流汗啊沒有水分了啊 就不會想尿啊 你把你的膀胱水分蒸發掉了是不是啊 對啊 這個沒有科學根據吧 想尿尿的人去跑步就不會想尿尿了 就是你天氣很熱的時候 就不會想尿尿了 因為你一直在排汗啊 真的假的啊 我不知道耶 邊跑邊尿 好下一題 A再也不能說話 B再也聽不到 蛤 如果我們不能說話我們就失業了耶 這兩個好難選啊 那我們一個人一個啊 我不能說話你聽不到 喔好像是齁 反正你聽不到 反正我本來就不說話了 然後你也沒差 反正你雖然聽不到 那你在笑的時候 你就會直接是那個mue音耶 對啊 你就直接只是一個人在那邊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現在要消音 然後你只能看得到你的動作而已 聽不到就沒辦法學習語言啦 可是你只是突然 因為他是選擇 你會突然變成聽不到 你咬字應該還是很清楚 我選擇不講話 你選擇不講話 對我可以不講話啊 可是你可以聽嗎 我不想聽不到啊 聽不到的話會怎樣 我就不能去參加演唱會了 喔不然你想聽誰的演唱會 那個目前還沒想到 哈哈哈 你根本就沒有想聽到的演唱會 我選擇不講話 可是不講話的話 我們就失業了 如果你想想看 我們開廣播電台是怎樣 我們不講話的話 應該就不會從事這個行業了吧 喔那我們要從事什麼行業 那個 我只能回去當圖文作家了 對啊 你用話的 好下一題 最後一題囉 A 很會賺錢 但是身邊的每一個人都會騙你 B 很窮 但是會有人一直幫助你 我選擇很窮耶 因為如果我很有錢一直被騙 我就被騙到沒錢了啊 可是你很有錢啊 你一直都很有錢 只是別人會一直騙你的錢 可是我 我總有一天會被騙到沒有錢吧 可是他都說很會賺錢了 你既然是個很會賺錢的人 你應該是 還是都賺得到錢 只是會被騙 那我還是被騙好了 被騙蠻開心的 因為我一直有錢 我被騙完之後我還是有錢可以花 可是很窮會一直有人幫助你耶 他會給我錢嗎 哈哈哈 你說你很窮他會 哈哈哈 你說幫助你 你要幫助我 你要給我錢嗎 他會很窮啊 哈哈哈 他會給你錢嗎 哈哈哈 呃他竟然要幫助你的 應該是會給你錢吧 呵呵 那選兩個都一樣 我覺得OK啦 第一的話 雖然窮 但是會一直有人幫助你耶 嗯 那等於說你有很多朋友啊 那我還是選窮好了 你雖然窮 但是你有很多貴人 對啊啊如果我有很多貴人 他們會幫助我 我沒有錢錢的時候 他會救援我 然後還可以當我朋友 那就是我窮 可是我有好多個選擇啊 啊可是如果 呃我選A的話 就是我只剩下錢 沒有人都喜歡我 然後大家只會騙我 我也沒有朋友 沒有人愛我我只愛錢 我好孤單喔 哈哈哈 沒有啊你不是說錢上面有四個小朋友 哈哈哈 我完全不孤單 你可以用錢 不會啦我還是要選B啦 你選B啊 嗯窮窮的沒關係啊 窮窮的也是蠻快樂的啊 你有很多貴人 你有很多貴人 然後你有很多什麼 哈哈哈 漂亮的貴人 哈哈哈 你有很多漂亮的貴人 對啊 好啦 這就是今天所有 殘酷二選一的答案啦 我們來看一下Podcast互動時間 WiJer豬說笑到快內傷 尤其是吐鼠QA的部分 謝謝支持 Hem說 Wi真的太讚了 本來想聽爸軒和小美睡個安穩的覺 結果一直聽到爸軒的魔性笑聲 真的睡不著了 喂 超喜歡辦公室四人組合 小美的聲音也很可愛 繼續支持你們 CJDHBSNKA說 等你們QA真的會被笑風 超好笑五星好評 謝謝支持 認真控制體態中說 新車被偷真的很水小 哇他新買的deal 落地還沒三個月就被偷了 再新購的DJ還是沒週歲又被偷 哇 喔真是辛苦了 愛動瞬間說 說得很真實 有一次在廁所上把衛生紙沾水丟到天花板 結果被我媽發現被扁了 就謝謝大家今晚的收聽 我們下禮拜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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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